倍数问题二 爸爸带了一盒糖果礼盒回来 一共有九格 每格有五颗糖果 这盒礼盒到底一共有多少糖果呢? 爸,回来了! 嗯? 爸爸,手上提的是什么啊? 是朋友送的一盒礼物 应该是糖果礼盒吧 糖果礼盒? 好棒哦! 怎么可以打开来吃啊? 可以打开来分啊 但是要吃完晚餐才可以吃糖果哦 是,遵命! 哇,真的是糖果礼盒耶 是贵妃糖 好棒哦! 我最喜欢吃贵妃糖了 我们来分糖果吧 应该要怎么分比较好呢? 嗯,这个礼盒有九格 每一格有五颗糖果 这样是九乘以五 也就是四十五颗糖果咯 四十五颗糖果 那我们应该怎么分呢? 我们家有八个人 八乘以五等于四十 四十五减四十等于五 一个人可以分到五颗糖果 还剩下五颗糖果 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啊? 其实很简单啊 你只要学会九九成法表 并且把它备熟就可以啦 九九成法表? 嗯,你看哦,像这个礼盒有九格格子 每一格有五颗糖果 也就是有九个五加起来 像这样连续加同样数字的算法 就可以变成成法啦 九个五加起来 就是九成一五 是这样吗? 嗯,没错 那我会了 你刚刚说 我们全加八个人 一个人有五颗糖 所以就是连续加八次的五 对不对? 对呀 连加八次比较麻烦 变成成法就简单多了 哦,有道理耶 好啦 糖果分好了 就可以洗手吃饭了吗? 是,准备 哈哈哈哈 外教学 小朋友,你知道赏鸟要带些什么东西吗? 让我们一起来帮哄哄准备吧 姐姐,下星期上外教学 老师说要带我们去赏鸟 你可不可以借我一些赏鸟用具啊? 哇,这赏鸟很不错哦 老师有没有收 要到哪里去赏鸟呢? 嗯,老师说 要带我们去大洞西口赏鸟 那里有一大片的湿地 湿地里有许多小鱼小虾 大渡西口 嗯,好地方耶 每一年的春天跟秋天 都会有成千上万的候鸟 到那里做客 是最理想的小鸟地点咯 诶,你怎么会知道啊? 因为我们也去过啊 你找对人咯 对了,老师有没有告诉你们 一些小鸟的注意事项呢? 有啊,老师说 鸟儿很容易受到惊吓 所以大家要小声说话 别像话的这些小客人 嗯,一点都没错 你还必须准备一些小鸟用具 呃,是不是背包望远镜跟开水呢? 对啊,还有这本鸟类图片 你也可以带去哦 这样你就可以边小鸟边查图片了 谢谢姐姐 嗯,还有什么吗? 有啊,这本笔记本你要带着哦 如果看到漂亮的鸟类 要记得画上来 带回来给姐姐看啊 谢谢姐姐 姐姐最疼我了 对啊 哈哈哈哈哈哈 生字 子语 湿地 经常被水淹没的地带 通常是河口流域的天气地带 也是建于沿海水域和陆地间的过渡带 互相 互相 彼此以相同的态度或行为对待对方 展示 装胎赤脚 造句 理想 湿地是水鸟 所以你想人去其地 吓坏 在电梯撞进那只大口 可真把我给吓坏了 成语 飞鸟依然 比喻可听可爱的形状 林泰 稻草人 稻子饱满地垂下了头 麻雀想偷吃稻子 却又不敢飞下来 小朋友 你知道为什么吗 这里有一只炸猛啊 别抓吧 浩浩 浩浩最喜欢抓那些小昆虫了 那些遇到浩浩的小昆虫 真是倒霉耶 哎呦好猫好猫 不抓就是了 那里有一个人呢 哪里 哦 你说那个带着斗笠的人呢 对啊 就是那个人 真好笑耶 那个不是真的人 是稻草人啦 稻草人 什么是稻草人啊 是用稻草做的假人吗 没错 是用稻草扎成的假人 为什么要在田里面摆稻草人呢 那是因为田里面会有麻雀来偷吃稻子 所以呢 人们就利用稻草扎成一个假人 然后帮他穿上衣服 戴上斗笠 让麻雀以为那是真的人 哦 麻雀以为是真的人 就不敢飞下来偷吃稻子啦 没错 红红真聪明 爸爸 稻草人身上穿的那件衣服 好像是外公的衣服啊 嗯 是外公的衣服没错 呵呵呵 你们记性真好 那的确是外公的衣服呢 生字 词语 稻田 重稻的田地 眼前 面前 海浪 海水震动或受风吹鼓所兴起的波浪 造具 稻草人 稻草人在稻田里帮忙赶走麻雀 海洋 稻田就像一片金色的海洋 成雨 秋收冬藏 秋天收割古物 冬天储藏粮食 稻田 草汉人 水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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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海洋 海洋 主持有 海洋 水不然 海洋